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改变你了 我只是在出谋未到而已 不跟你说了 说是说是 我还要看花车巡游呢 你受伤了 无事 怎么会无事 你受了伤 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你流行 莫姑娘去哪儿了 莫姑娘 莫姑娘 这缝补的事 擅长话 公子起得真早 是要返回宗门了吗 莫姑娘 昨晚 我晨起 去林中采了一些新鲜的郡姑 公子便是要走 也先用过早饭吧 都是些山言小卫 公子不要嫌弃 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早饭 也没有人为我修补过衣裳 寻常家务罢了 都是以前学的 当年 我也曾为一个人 洗手做羹汤 只是如今 他已经不在了 抱歉 世间不如一之事十有八九 公子若再有伤心时 不妨来此间吃一顿饭 喝一杯茶 我一直都在 无事用手指他 便是选他做了魔神 我只数三 这些人全都会死 你现在还能心安理得地 做你的仙门弟子苍九明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 自从我买入仙里 总是会听到大家弹琴陌生 三 我害怕 怕他们会发现 我就是些人当中 人人都像处置而后快的魔态 二 是你彻底改变了我 以后我绝不会再沾染魔神的力量 为了你 我一定说到做到 依依 对不起 我失险了 自尼 子莺 针红quote 神情环散 将摩棘留给他 若是能将邪狗捆死 金商就能降 Math 怎么了 素素 为何你替您会有 叶兄 你竟然冒险将邪骨封在了自己的体内 这个秘密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放开玉玲天子 师父 救命 我只问你是你干的吗 不是 好 师父信你 素素他怎么样 他身受大量魔器侵蚀 现在还没醒来呢 苍九民 今日 我就让你为我儿子偿命 住手 尘掌门 人下还未分明 你怎可断言我的徒儿一定是邪魔呢 眼见之事也未必为实 当时在场百姓众多 大可找来询问一番 我知你丧子之痛 但你不能 仅凭这些 就定我徒弟死罪 得失妄想 你 魔神致眼屠山奴 此刻 就在他身上 杀了他 我不会成为魔神 我没有用屠山奴杀人 我没杀人 不管苏蜜如何 正邪是非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 绝不会成为魔神 是吗 原来 我所遭受的这一切 真的是早已被安排好 需要什么都该死 该死 我还居然早就已经藏在我们身边了 看看这些人 看看你现在的下场 真是可怜 不 苍九明 还有为师信 快点稳住心神 师父 还有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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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相信我吗 我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番苦意 父母 九明 就是魔胎 本就是属于我的厄运 就让我一人来承担好了 他身上还有魔器与邪骨 要先将他们取出 命运 可上宋远 太好了 你暗闪无恙 素素 你这是 他的确曾是魔胎 但是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成为陌生 因为五百年前 不用 我便亲手 抽去了他的邪骨 没事 我借雷杰之力 回去了他的邪骨 他不会再成为魔人了 身为魔胎 非他之国 纵然他真的生而为魔 你该给他一次机会 无罪而遭难 诬陷无辜 才是我先门之耻啊 苍九明是为了救百姓 阻止二魔杀人 才强行催动图神奴 他也因此身负重伤了 苏苏 苏苏 你怎么这么傻 这次该换我来保护你了 你醒了 那大姐 好了 我没事了 你也没事 一切都快好了 邪骨 根本不会被回去 而是在你身上 对吗 这里没有别人 只有你 不要再瞒着我了 苏苏 那东西太危险了 我怕你 你放心 我是无垢灵体 与默契天人相抗 不会被太无人的 可是 若以后我们遇到什么意外 我们也可以一起面对 好不好 一起 嗯 一起 你一直以来 都对我这么好 我却到今日才知道 谢谢你 我看 不要你没事 其他人如何 哪怕是他们 永远都不见到我 你还有我 至少 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好 足够 你好好休息 嗯 你好好休息 公子若再有伤心时 不妨来此间吃一顿饭 喝一杯茶 我一直都在 不 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利用一个女子的善心 来躲避心中的魔障吗 公子 我还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只是碰孩子路过这里 都已经到这儿来了 可别再瞒着我呢 公子这么快就遇到了伤心之事 姬吾 不能告诉我吗 你叫我什么 姬吾啊 你不是告诉过我 你叫公爷姬吾吗 对 我是公爷姬吾 我是我自己 姬吾 留下来 让我陪着你 你也陪着我好吗 好 姬吾 姬吾 我好想你 任何风景都比不过 能生生世世和你在一起 唐太监 你在萧妖宗都学了些什么呀 很多 很多啊 外团你眼中唇 我们虔诚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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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呀 我给你打了个印记啊 我可是用了独门法术的 让你想后悔 也后悔不成 我看看效果 素素 都是旧伤 早就好了 既然消不掉 那我们就盖住它 你放心 只要是 只要是你的同心 我永远都不离身 难道你不想跟我好好成一次亲吗 好 好 等你出关 我就带着聘你来接你 咱们 再成一次性吧 谁说我一定会答应你啊 我告诉你 许掌梅已经答应我了 她可是许了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呢 你不能反悔的 那你就不怕这一次成亲 我再给你打上几颗钉子吗 这么说 你答应我了 你这个人啊 你怎么就光听自己想听的呀 我告诉你啊 按照我们常泽山的习俗 成亲之前我们是不能见面的 你可要好好地准备一下 如果达不到爹爹他们的要求 他们可是会反悔的 好吧 我等你 我会带着聘礼 在你出关之时来接你 给大家捦些 由而永远沉溺痛苦 为了创造出无喜无悲的安宁世界 吾创出了同悲道 当这世上 再无清除二气之分 便再无醉意 待吾成功之日 三季 就会回到吾所诞生的混沌 那么吾也就自由了 你休想 我这是怎么了 苍九明 他偷走了你的邪骨 使你重伤昏迷了 苍九明 他杀了渠掌门 重伤了网之主 抢走了邪骨 现在 已不知所踪 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好 辛苦父亲和爹爹了 傻孩子 跟爹爹还渴些什么 不可能 小师叔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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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太紧了 不可能 不会的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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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大师兄 我最了解谭台姐 我恳请你无论如何 也要给他一个活着说出事实的机会 哥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但是在强魔风里便是如此 为了包庇谭台姐 竟敢当众隐瞒邪苦的夏儿 我以衡阳从掌门的名义命令你 从今日起 不许踏上门门一步 思音 你就不怕我真成了魔神 第一个先杀了你来骂 只要尊上能复生 思音的性命 又算得了什么 把你的手拿给你 今天心情好 给你讲个故事 你见过这把黄红伞 它不是气灵 而是我的姐姐 姐姐 我们生于赤水之盼 相依为人 直到有一日 神医的战神天昊 将我们带走了 后来是尊上 杀了天昊 救下马 姐姐元神也因此受死 被尊上投入凡间利己 从那时起 尊上便是我永生无事的恩人 却因你放不下自己心中的执念 寻找一个并非尊上的曲强 你所要的 终究是一个幻想罢了 你都活了一万年 却还如此糊涂 真是可憐 你给我闭嘴 恕不是你的军伤还有用处 我现在就想拔了你的舌头 你要杀了我吗 我怎么会释主呢 不如让我好好伺候 你就认命了